今天我們來開箱 鬼是日本調和威士忌 亂丟對嗎? 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爐丹拼酒 我是爐丹 我是小佩 今天我們來開箱好久沒開箱的日本威士忌 說到日本威士忌的話 小佩你第一個 對於日本威士忌的印象是什麼 沒有印象好 非常好 你實際上講真的沒有印象耶 日本威士忌是大家最知名的品牌 不外乎就那幾個嘛對不對 山崎白州響魚市 公城霞 類似這一類的 清景德 這個我知道 對 那你對於他們的印象是什麼 很怪 好 沒錯 日本威士忌在大家印象中就是很貴兩個字 但是如果大家喝不起這些 日本的單一麥芽威士忌 有沒有一些調和威士忌 是讓大家比較能夠 以輕鬆的價格 去體驗一下日本威士忌的表現 其實是有的齁 但是認真來說 它應該不算是日本威士忌 怎麼說 其實因為過去日本對於威士忌這個定義 它的定義是比較模糊一點點的 所以導致會有一些酒廠們 他們會可能本身沒有生產威士忌 可是他會去國外進口一些威士忌進來 那調和成他們自己想要的風味再轉售出去 其實對於這種做法 有些人可能會有一些 不太認同 畢竟他們在買之前 他們認為 日本威士忌應該就是要全程日本生產 日本製造 所以呢 我們大致可以把它分成兩類 一種叫做純正日本協同的日本威士忌 像是我們剛剛講到那些比較知名的 山崎、白州、響、清景澤 或者是智富 前一陣子非常有名的智富 這類的 以及接下來會非常多非常多冒頭的一些 日本威士忌酒廠 所生產出來的威士忌 那也因為他們的產量其實比較少 那加上這幾年 其實大家對於日本威士忌的狂熱程度 大家都非常想要體驗一下日本威士忌的風味 所以呢導致這些東西年費非常低 可是價格就非常的高 像是 就不用像是了 因為 大家如果能夠找到剛剛講的那些 你就可以發現價格真的都是非常的高 我們就不再舉例 但是另外那一類相對於純種的日本威士忌 就比較親民一點點 如果我們想要體驗所謂的日本風格的威士忌 就選擇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一類產品 我們剛剛講到 有些酒廠他們可能本身沒有收藏威士忌 可是他們又想要推出屬於自己的威士忌產品 這時候會做什麼事情 他們會去國外去進口蘇格蘭的威士忌回來 那回來之後呢 他們可能會進博本桶 可能會進雪莉桶 可能會進一些特殊的桶子 那可能會在自己的酒廠裡面做收成 收成完之後呢 再以自己的工藝下去調和 自己的味道自己的風味 對對對 那其實這一點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 酒廠風格這件事情其實一直被為人所懷疑 有一派的人說酒廠有風土 另外一派的人說酒廠其實沒有風土 我們唯一可以確認的事情是 酒廠風格這件事情是由誰決定的 是由調和師去決定的 所以調和師在整個威士忌產業裡面非常的重要 好假設我們今天一樣是百負酒廠的20桶圓酒 讓你去做調和 David Stouart 我們大衛史篤華先生 他所調出來的百負 跟乳蛋所調出來的百負 風格一定是差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甚至乳蛋調和你都喝不出來那個是百負 所以其實我覺得一支威士忌的風格表現 最主要是誰 最主要是在調和師的手上 當然那樣的激酒好不好會影響到 這支酒出來的品質好不好 但是在風格表現平衡度上面 我覺得是由調和師去決定的 經由在日本的熟成、後製、過桶 以及最重要的由我們日本的工匠們 去做調和的動作 那調出來的風味呢 一樣會非常的接近我們日本風格 包括我們今天要介紹這個鬼四味士忌 其實他是由我們日本的四季酒造去做的 那四季酒造我沒記得的話 他本身也是生產清酒跟燒酒 那我們的四季酒造呢 從國外進口原酒 我們就直接老師跟大家講 使用了蘇格蘭進口的原酒之後 經過後續的我們剛剛講到一些可能過桶啊 熟成啊 呈放啊 這些工藝之後 再經由最重要我們日本在地的四季酒造的調和師 下去勾兌調和 那調和出的這隻鬼四味士忌 你能想像一個蘇格蘭人 到了日本生活 然後經由日本人的調教 蹂躏之後 變成了日本人的形狀 就是這個東西 哈哈哈哈 好 好怪喔 好像色情的東西 哈哈哈哈 這不是我講的喔 這是你講的喔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因為講了那麼多 其實最主要還是 我們要知道它的風味怎麼樣 它到底有沒有變成日本人的形狀 形狀 味道的形狀 喔 呃我們把味道具現化 絕對不是我在開黃槍 是我們把味道具現化的 看看它有沒有變成日本人的形狀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這隻酒 有別於我們過去所知道的 日本風格的包裝 它其實非常的帥耶 它這邊有一個 有點像是魔化的武士 那我們從剛剛的介紹 就可以知道這個武士的血統是哪裡的 它是蘇格蘭的 它是蘇格蘭的日本武士 它用了一種水墨化的那種風格 然後 它那個武士畫一台戲 有點像是日本的那種動畫風的那種感覺 然後加上鬼式 然後還有日本的國旗 所以我必須要講 它的酒標跟它的包裝 好帥啊 對 那帥沒有用 我們最主要什麼 要好不好喝 我們現在把它打開來喝喝看 水啦 喔水喔 你嘴巴沒有味道嗎 我剛剛又有喝水啦 沒用啊 當然沒用啊 已經到點了 沒有了 快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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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再把他開箱來喝喝看吧 那我發現其實我們日本的威士忌 很多也都是使用選檔檸檔 包括像我們之前開箱過的那個 枝多古威士忌也是選檔檔檔 我覺得他有一點青蘋果跟奶油的味道 然後中下層有一點香蕉的那種 甜甜的香氣在那邊 還有一種木頭 他的木頭是檜木嗎?也不是髒木嗎? 就是油脂度比較高的那種木頭 對 然後感覺是有點像是東方風味的那種木頭 而且它有點香草的氣息在裡面 有點像是薄荷嗎?還是檸檬草 馬鞭草那一類的 對馬鞭草檸檬草那種香草 檸檬馬鞭草那一類的 你說香草它有一點蜂蜜很像是香蜂草 嗯 而且它最下面有一點 有點像是奔放的木質跟香草的那種雕心在裡面 很像是我們走在下過雨的那個香草園那種感覺 如果你聞比較久的話有種香草味 它味道比較重 嗯 叫天什麼葵 天竹葵是不是 對 有沒有感覺就是它味道比較重的香草味 可是我覺得你說下什麼比較久 我聞到覺得它味道比較不像天竹葵 有點像是豆秋香的味道 你是因為你討厭它吧 所以一向深刻吧 對 它有一點點熱帶水果的味道 鳳梨啊那一類的 嗯有一點 好我們喝喝看吧 43%吧 嗯它有一點容量都43% 可是它 喝下去非常的飽滿 它的香氣非常的足夠 而且 它接觸到我舌頭 讓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 非常的油潤 然後再來 它很甜 那種感覺 可是我覺得它雖然有酒精感 嗯 但是不討厭 它不是嗆的那種 它那個酒精感其實是有點像是我們在喝那個 燒酒雞有沒有 有點薑的那種辛辣感 然後有點酒的香氣在裡面 可是你喝下去不會有那種感覺 對可是你的 嘴巴一點點而已 可是你的喉嚨跟 胸腔會有點熱熱的 熱熱的 對 喝了有點中藥香 嗯 因為它有一點像是中藥那種木質調性在裡面 嗯 它不像是我們熟悉的那種 美國白香木桶 或者是波本桶 的那種 木質調性 有點像是 香蕉水或者是有機溶劑那種木質調性 不是 它是非常漂亮的那種 帶有東方風格 中藥彩的那種木質調性 有點像是黃旗 有點像是甘草 回甘回甘 對它會回甘耶 可是它在蛇根的地方 雖然會有一點點的苦味 在尾韻的時候 嗯 它蛇根雖然有一點苦味 可是有一個很明顯的感覺 叫 你的兩頰有點像是我們在喝那個 泡的那種茶葉 那種回甘的感覺 可是它一開始 它的油輪都很像在吃奶油 嗯 嗯 感覺真口奶油的感覺 很滑順很油潤 然後 其實有非常多水果的風味在你的舌頭這邊 像是蘋果啊 有點桃子啊 還有一點葡萄 色香白葡萄 對 有點像是黃金奇異果那種感覺 就是黃金奇異果那種酸酸甜甜的那種味道 對 對 因為你說如果是綠色那種奇異果 它的酸味又太壯 太甜酸 對 對 對 有黃金奇異果那種感覺 嗯 這支真的不錯喝 還可以還不錯喝 因為它尾韻的時候 它那個果香味跟果甜的感覺 非常的漂亮 那這種果甜的感覺 又跟我們熟悉那種雪莉桶的果甜 葡萄啊 或者是烏梅的那種果甜 又不太一樣 它是有點像是我們剛剛講的 蘋果那一類的 或者是一些 清甜 對 沒錯是比較清甜的味道 嗯 它整體味道是非常漂亮的 這到底波本還是 它是調和 所以不一定 所以不一定 它整體而言風格上面 偏波本嗎 對 它是比較偏波本 你喝得到那種東方的味道在裡面 我不知道 四季酒造他們本身 好像有生產自己的威士忌 有可能是兩邊做調和 可是量很少 然後可能做調和 其實有點像是什麼 有點像是我們那個 NITO就常常有出一支 黑色的方形的那一支威士忌 那一支的話 它也是進口酥感的原酒進來 然後再跟 南投酒廠自己本身做的威士忌 下去做勾兌調和 南投酒廠的一些 客長啊 一些調和師傅啊 我問過他 欸你覺得你們的產品裡面 你們的威士忌產裡面 你覺得哪一支CP值最高 他說 欸黑幫他們認為CP值最高 他說其實用進口的酒 他們可以調出他們想到的風味 對 所以我相信這支應該也是一樣 就是CP值非常的高 他可以使用進口的酒 然後去調和出他們要的那種 日本風格的威士忌 那 從結果論 我們剛剛喝過的結果上來講 他確實是一支好的威士忌 嗯還不錯這個不錯 對而且 有人說啊他是進口的原酒啊 不是純的日本威士忌啊 就一定是不好的酒嗎 我覺得並不一定 因為其實 我們目前公認齁 平均品質最好的酒 其實就是酥感威士忌 對那他從酥感進口進來 調和成日本人喜歡的風格 喜歡的風味 很明顯的 你還是可以感受得到 日本威士忌的那個風味 其實有很多很多過去的 所謂日本威士忌 都是調和威士忌 但是 又有多少人喝得出來 嗯哼 對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著大部分的酒 經過我們日本的工匠們 去精細的調和之後 他們一樣可以引領出那個 所謂日本威士忌的風格 嗯 那這個風格在大家盲測的時候 我相信應該是喝不出來的 好啦那為什麼今天 乳丹會有這麼多的鬼式威士忌 相信老觀眾們應該就知道啦 乳丹這麼空門 絕對不會沒事買兩支一樣的 沒錯齁 今天我們有乾爹贊助啦 非常感謝我們的米思賀 來當我們這次的乾爹 謝謝乾爹 謝謝乾爹 其實就算是業配 我對於風味上面來講 我們也都是實話實說 所以 我真的認為這支 表現是很不錯的一支酒 而且縱觀現在 好的酒真的是越來越貴 那不如我們去找一些 比較冷門的好酒來喝 那我們乾爹也非常的大方 我有沒有以為他會寄一支酒 來給我開箱而已 沒有 他一次寄了一箱啊 朋友啊 他一次寄了一箱六瓶啊 畢竟大家知道 乳丹只是 愛喝酒 但是我並不是愛喝酒 蛤 愛喝酒 我並不是愛喝酒 乳丹喜歡愛瓶酒 但是乳丹並不喝得那麼多 簡單講 我是威士忌界的渣男 那 不如我們就跟大家分享吧 對 那我們這一次就不要用臉書 因為我發現臉書好像 對於一樣的回覆留言 他會去鎖我們的曝光 所以我們這次直接用我們的Youtube 我們在我們這支影片下面留言 我們影片下面留言 我也想要嘗試看看 日本的鬼式調和威士忌 那我們就會抽出下面三位觀眾 可以得到一支我們的鬼式日本調和威士忌 因為酒這類東西叫祭出果比較麻煩一點點 所以我們這一次就先只限定我們台灣的觀眾 可以參加我們的抽獎 好 那如果大家要參加抽獎 記得到下面留言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開箱這支 鬼式日本調和威士忌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們點讚以及分享 喜歡各種的朋友 歡迎到我朋友觀望 想要看第一手的按鈕 訂閱我們並且打開小鈴鐺 不然不定死的到IG 粉絲更新我們都來 這邊請大家 快樂快樂 未成年也就附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按讚按起來